大陸股市在短短不到一个月 跌掉三成多 那是非常可怕的 尤其如果对大陆的股市的 它的操作的结构 那你如果多了解就知道说 如果不能够止跌救不了市 接下去当天大地大的危机 这会是习近平体制上来三年之内 我认为最大的危机 好 所以陆股市 到底会不会直直落的崩盘 当然它今天也很神奇 昨天是大跌 然后今天又大涨 将近六个百分点 对 这样拉起来 所以这个云霄飞车 没有系好安全带 真的是会心脏病的 好 但是陆股到底会不会是 大崩盘的走势 现在有人预言了 1929年美股的大崩盘 可能就是陆股此刻的写照 但是也有人说 大陆现在在全面研究台股 台股在民国七十四年 一九八五年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那一段期间 从六百三十六点 涨到一万两千六百八十二点 那一股的走势 很多人认为正是入股 现在的复刻走势 到底是哪一种呢 我们今天现场特别请教的 全部通通都是金融专家 是 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大预言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陆股大崩盘 昨天影响的是全亚洲的股市 外加美国股市 不过今天 其实昨天跟希腊 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对 昨天都没有跟希腊关系 因为欧洲涨嘛 结果美股还在跌嘛 好 到底网络上面 有没有人关心入股 那关心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宽君弟弟 大陆股市重挫连带呢 让台股也都失手九千点了 就连美股也都受到影响 在网络上的确有很多人讨论 讨论责数也都很高 那么到底台湾的网友 在讨论什么呢 我们看到 其实台湾网友 有一点点幸灾乐祸 来看到有百分之五十一呢 就说反服貌 反经浸锁进中国 还有人说呢 中国经济走下坡了 好 不过有人注意到说呢 这个陆股不应该人为应称 应该让它回归基本面 当然也有人在讨论 台湾受到的影响 好 到底这一次呢 陆股重挫 对整个世界的经济 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交给现场 这就是今日土打蜡 我们大家要好好地来研究一下呢 陆股其实你看到 它昨天的走势 它的走势呢 是先大跌8% 然后接着呢 微幅的收敛之后呢 可它的跌幅还是高达5.9% 有将近六个百分点 这是昨天 这是昨天 然后呢 而且很重要的是你看 日本也就因此跌了3% 香港跌了5% 然后呢 台湾跌了也将近3% 韩国也跌了1.18% 不过就连美国远在遥远的美国 它都跌了1.4% 不过美股的下跌 可能还包括了一个电脑当机 对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因素 其实我们也是很想要了解 不过你来看 今天好像全亚洲 又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反弹 那么你看到说 陆股首先大反弹 先开很低 然后呢 最后收盘的时候 大涨5.76% 然后看到 上冲下写将近10个百分点 对 这个很可怕 非常恐怖 然后这香港的股市呢 是大涨了3.79% 就台湾股市呢 还在跌 跌了0.6% 不过跌幅已经收敛很多了 韩国也是 韩国还没有传过起来 还在跌1.18% 是 日本股市倒是已经同步的回红了 上涨了0.54% 日本股市今天也是开很低 开很低拉起来 其实韩股日股都开很低 港股也开很低 台股也开很低 大家都在股灾一片当中 随着陆股拉抬 然后大家就跟着往上升 那当然美股当然今天晚上的情况 不知道如何 我们这边呢 先请教一下朱成智 朱社长 社长 这陆股太神奇了吧 你要先帮我们预判一下 未来这一个礼拜 陆股的走势 还会这样上冲下写 还是这边会看到低点 还是整理一下 还要继续杀低 像美国的大崩盘 我觉得很有可能 陆股的最低点 搞不好就在今天 真的吗 对 你这时候已经跌完了 跌完了 你说什么时候的最低点 对 就今天早上的一开盘 那时候恐慌的气氛 就大家一空杀 早上很多人杀股票 大概是3342点 反正是3300多点 那今天它是大跌到大涨 它其实在技术面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转讯号 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话 我们技术分析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它的幅度可能修正完了 那这一波修正多少呢 从最高的6月15号掉下来 跌了35个percent 如果从去年的最低点 起涨点开始这样一路上来 它修正掉了一半还超过 我觉得跌够了 那以这个3300多点 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过去这么五六年当中 入股在2008年曾经 去刺激股票市场 那时候温家宝丢了个四万亿 内需嘛 所以入股从最低点上弹升 八个月涨了109% 涨到最高点是3450几点 所以约略就在这附近 这里是重要的支撑 所以我觉得幅度够 但是有样东西不够 时间不够 这个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明天以后 它会陆续发生一些事情 现在所有人在讲 大陆觉得它不对的地方 是在于 它把流通性关掉 它大概在7月8号的时候 总共2800档 超过51%的股票是停牌的 那停牌呢 它卖不掉啊 卖不掉可能心理上安慰 我股票没有跌停牌 但是它终究要把它打开了 所以明天开始慢慢地复牌 所以今天这根阳线拉起来之后 它是给予这个市场的时间跟空间 你接下来就是慢慢打开 有的还是会跌停 有的会消化一下 它还需要时间 可能要整理到7月底 好 所以我们看到 朱社长刚刚提到说 其实2008年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2008年金融大海啸 入股其实也是大崩跌 对 那全世界都一样 6124点 当然那时候全世界都一样 大家就没有特别注意入股 那入股当时到了1664点的时候 是真的一口气拉到了3400点 完全世界涨最快 你跟他漲幅漲了一倍多嘛 一倍多 漲了一倍多 現在拉回三層多 這你覺得已經是 這一段期間的低點了 之後也最多就是這樣子的整理 剛好就是你那個圖像掉下來的位置 就是當初 2009年8月的最高點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這樣的一個位置 好 然後我們再另外請另外一位專家 這是外營代表 外資代表 瑞穎的曾慶瑞 是 那你的預判是什麼呢 好 在講之前 先跟他分享一句 華爾街的大我想投資的格言 有句話是這麼說 股市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 它讓所有的人 所有驕傲的人都俯首称臣 好 我想意思是說 其實即便是說 中國政府用 不管幾道清白出現 當趨勢形成的時候 它就是力量是非常非常大 不是人為的干預 可以馬上改變 那此外 其實我想最近網路有個笑話是說 有一個大陸的股民他說 上個月股市大漲 我吃什麼 我們家狗就吃什麼 上個禮拜股市大跌 我們家狗吃什麼 我就吃什麼 今天 晚餐 我準備吃我們家狗 這好殘忍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資本市場的變化 真的非常非常大 我們在看這一波修成 其實的確是 我想它的速度跟幅度 比大家想像來得多 那我想主要是在於說 其實大家對目前的本因 比得不合理 我想特別是A股這一塊 大家其實有非常多的疑慮在 所以即便是說 在中國政府 有那麼多的救市措施 其實對於國際投資人 特別是在 在昨天大陸股市 大陸政府宣布停牌的話 其實對於國際的法人 他的擔憂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他覺得說 所以他停牌 反而造成了負面效果 是 因為如果我今天在 大陸股市我往也不掉 我只好在香港股市買 所以你可以發現 昨天香港股市跌的 盤中是創下 史上最大的跌點 好 那當然其實可能台灣 所以那真是以零為禍 也受害 所以其他地方一樣 就外資他要 當然覺得說他 其實外資在投資 他風險意識非常非常高 我在進之前 我想怎麼退 如果今天我退是有疑慮的話 我可能這個市場 我就暫時離開一下 觀望一下 所以對我們來看 這麼大的修正 當然我覺得會需要時間整理 我們不覺得說 馬上會有 好像就是馬上撥亂反正 可是清睿 我要真的很明確的問說 那你覺得 修正的幅度夠了沒 就是這是不是低點了 跌夠了沒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朱社長是說 幅度夠了 可是時間不夠 所以他要在這個低點附近 整理 整理相當長一段時間 你同意這個看法嗎 還是你對於時間跟幅度的看法是 我覺得大概未來 大概三個月左右 這個幅度差不多 我覺得需要一些時間整理 那基本上來看 我們必須說 所以你也覺得幅度夠 可是整理還要再三個月 我覺得 這個幅度上還有 在未來三個月我覺得是OK的 可是未來我們要看說 其實三個月之後 大家要面臨時 嚴準會要開始升息了 那升息的幅度跟速度 跟美國經濟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是另外一個 我們在看全球經濟當中 國際資金 國際法人他怎麼看 他的資金是不是要從新市場撤出來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考量一點 所以短線上來看 我覺得三個月之間 我覺得股市 大陸股市這樣的修正幅度 應該差不多 但是你從 三個月之後就看美國老大哥 對 美國的經濟狀況 美國的利率態度跟方式 我覺得是主要關他的 我覺得其實這樣講 我覺得心裡頭突然 就是有一個政治陰謀論 就是三個月之後 美國會決定 中國會不會發生股災這樣子 其實有很多外國媒體 開始喊話了 說這一次的入股股災 大家不要以為已經跌夠了 它可能會重演 1920到1940期間 美國在1929年的大崩盤 大家知道美國大蕭條 其實就是1929年 那時候我們來看 1929年的10月28號 當天整個稻窮指數是260點 這真是歷史紀錄 260 我第一的歷史紀錄 260點 一天之內跌到了230點 所以一天之內跌了超過一成 這就是整個的經濟大蕭條的開始 我們就看到整個的美股就這樣 一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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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坡的往下跌 一直跌了3年的時間 跌到了1932年的7月8號最低點 也是7月8號 對 可是那是低點 對 那時候只剩下41點 距離260點 跌掉了9成 所以有人認為說 陸股正在複製1929年大蕭條 如果複製1929年大蕭條的話 那全世界可能都會跟著 入骨一樣的會打噴嚏 有一片很有名的電影 華倫比迪演的天涯何處無芳草 父親太年輕 不知道 香榮應該知道 那時候華倫比迪是個附加子 在耶魯煉蘇 他的父親就當天跳樓自殺的 那一天華爾街上堆滿了屍體 很多人都是因為股災而跳樓的 後來引發了美國的經濟大蕭條 也因此而出現了 凱因斯的經濟理論 好 大陸這一次的股災 跟這個完全不一樣 它是一個地區性的 地區性的股災 它是個地區性的金融風暴 好 那我比較接近剛才朱社長 所講的說法 那今天的盤中 最低點 它就開盤以後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它跌到了3300多點 其實已經快要見到底部了 所以就緊急護盤 這個護盤的 大家看到 從大概從10點鐘開始 這個股價就一路拉升 最後已破3700點收盤 所以今天的整個股市 其實已經看到了 已經看到了整個股市回升 而投資人的信心 也開始有了高度的期待 我先這樣說 那這一次在整個 在舊盤過程裡面 其實他們從香港請了 一個團隊 這個團隊 在香港是很有經驗 而且很擅長於互視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團隊 是什麼樣的來源的團隊 是香港的政府的官員嗎 不是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是沒有用的 政府官員是不會護盤的 他找的是一個民間的團隊 然後現在就進駐在 中信集團的辦公室 股市的操作高手 對 股市的操作高手 在中信的辦公室裡面 那麼基本上他們是很有策略性的 從週一的 週一的小紅 到週二的小黑 到週三 也就是他們在引誘空投出現 因為一開始我必須掌握空投的來源 空投的來源有的是境外的 有的是境內的 這是比較特殊 有境外的空方 也有境內的空方 那基本上他已經引誘空方 已經掌握了空方的 確確的資訊 所以基本上在現在 空方基本已經被鎖死了 所以空方如果要補償的話 他就反而變成市場的多頭 我想我這樣子 鄭先生跟那個 朱社長大家都聽懂了 對啊 因為我已經把股票先賣掉了 然後等到如果他上去 我再不把它買回來的話 我會越虧越多 對 這要補償 對 我必須說 這個邱先生這個講法 是比較神奇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了解 李克強到底怎麼開會去決定 不過我必須說 有一部分 我倒是蠻佩服 大陸這一次的財經幕僚 我不管他找誰 是境內境外 因為他整個故事是這樣 去年大陸的上陣指數 不到兩千點 對 你看到那張圖 已經連續空投三四年了 對 那大陸要怎麼樣去發展經濟 習近平已經上台兩年了 剛開始 借攤打奢 對 然後把一堆人都清除掉了 說大陸消費全部都縮下了 在那個時候 他總必須要做什麼 那時候他流傳了一份 paper 那份 paper 我們雜誌曾經登過 那個邏輯是什麼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就說法 大陸的GDP 如果能夠用另外一種方法來改變 也就是說上陣指數在兩千點 如果能夠漲到四千點 他假定 就可以增加股市總市值二十兆 二十兆的股市值增加出來 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台灣的股票漲翻天了 你本來是共玩的 都可能換成暴雨 所以民間的消費 可能會因為這樣增加有二十個 percent 就是四兆 所以朱社長你是承認同意說 剛剛邱委員知道講的一部分是對的 就是大陸的政策 是真的是希望股市上漲的 對 他絕對不是開玩笑 這份 paper 我們去年我們就發表過 然後你想想看 他為什麼特別強調這個四兆 因為這四兆等同於 剛才我說 你點出來的二零零八年最低點的 一六六四點 對 最低點 對 溫家寶在那個時候是 全世界第一個跳出來 是用政府的力量 不凱因斯嗎 我剛剛講凱因斯 那個時候全世界 中國跳第一個 他說四萬億內需 但四萬億內需下去 讓中國的經濟recover速度最快 對 但是任何一個經濟的要 你下去都有後遺症 後遺症就是更多的那種 什麼文字館 什麼一大堆 在鄉下也蓋一個像白宮一樣的辦公室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大陸的智庫是提供給他們的高層說 我們最好的方法是 用我們的資本市場 資本市場如果能夠砸上來 它帶動出來二十個percent 等同於溫家寶的四兆 所以那個時候是政府花四兆 對 它現在呢 它現在是政府花動作 它不要花四兆 它不要花四兆 它只要把股市給拉到高高的 民間自然就會花四兆 五千一百多點的這一段過程裡面嗎 那基本上有很多叫小鮮漏 什麼叫小鮮漏 就90後的 有的還在那些大學 是研究生 就把錢投進去了 把身家投進去了 從父母親那邊借了錢 就丟下去了 另外一些像是大媽 平常不噴股票的都跑出來了 整個市場的散戶結構高達82% 有這麼高的散戶結構 所以整個市場裡面追高殺低的情況 非常的嚴重 市場裡面尤其是創業版跟中小版 幾乎都是謠言版天飛 那基本上在這一波的股災裡面 其實創業版跟中小版 是跌得最兇的 現在停拍的比例最高的 也是這些部分 好 我這邊請教一下沈老大 所以如果說 今天整個入股的大漲 其實都是官方主導的 那現在大家就要問了 那你現在崩下來 你花了那麼多 12道金牌 也救不了股市 恐怕是不是就代表著說 你拉抬出來的泡沫 就就此結束了呢 這個叫自作自受 我認為股市是有趣 就是說我們不同的來賓 不同的背景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去編一個故事 而且講得都正正有詞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絕大部分人是錯的 所以厲害厲害在這裡 我不相信一個總理 可以決定他的底部 這個股市是健康的 那我也不相信說 請來一個團隊就能夠互盤 這個我也不相信 那我比較喜歡的看法 就是說今天全世界的股市 其實是2008、2009 金融大風暴的延續 那個2008、2009很像 八仙樂園的城堡 全部通通趴下來 通通進去加護病房 但是每一個國家 譬如說 美國來個100兆 歐盟來個30兆 這個叫QE 那QE就現在我們八仙樂園 那些病人 醫生在做的事情 所灌的點滴 所灌的食鹽水 都一萬CC以上 那灌的結果輕傷的就回家了 但是大部分都還 就出加護病房 大部分都還在這裡頭 那這裡頭灌下去的水 有用嗎 其實它的效率相對是不好的 因為勉強維持這個血壓 勉強維持它不產生休克 但是命都在旦夕 那後來就因為 每一個國家的體質不一樣 希臘 中國 美國 日本 這個國家的體質是不一樣的 有人是要救債 有人是要救失業率 那相對最強的 我認為是德國最強 那美國媽媽呼呼也混得過 但是中國是什麼 人為的干預太強了 所以他用一個泡沫 去取代另外一個泡沫 先來一個黃金泡沫 再來一個那個房子 房市的泡沫 那最後我們是來到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 你看多奇怪 兩三個月可以漲那麼多 然後一個月 可以跌那麼多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非常人為 非常危險 非常有可能硬著陸的一個經濟體 好 所以你是比較悲觀的 來看路股 我通過他們兩位的看法 就是我跟你講 現在這一波需要時間 拉長來消化來震盪 來往後走 所以你也覺得短期的抵不到了 所以他們兩位都講得很好 我都同意啊 但是我有一點跟朱社長 朱董事長不一樣的 你現在下長比當市長 我跟你講 我有一點跟他不一樣 就是說我認為這個不是底部 我認為還有底點 好 所以我們四位呢 其實我認為有三種意見 可是有趣的就在這邊 剛剛我們提到的是 比照美國華爾街1929年 是 所以四位都認為不是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認為是底部 有的人認為不是底部 可是你看到現在在大陸呢 流傳一個網路上面的漫畫 這個漫畫的名稱就叫做 地球股災系列之台灣股災 談的是1987年到1990年 那個時候他們很研究的 詳細的研究說 就是美國76年了 對 就研究台灣呢 從636點到4673點 然後又跌到了2329點 然後再從2341點 漲到8789點 他們連那時候的 證索稅事件都研究了 去研究台北股市的那一個 暴漲暴跌 理由是什麼呢 路股現在會不會是 台股的復刻板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剛前面那段如果你沒有聽到 那就太可惜了 對 那當然你只好去看重播 那我只說那個是可能是 這兩三天我所聽到的 有關於大陸股災 以及全球性的股災 我覺得分析最短的最完整的 但接下去我要講的是 我關心的是政治 政治在大陸特別重要 因為它的國家威信 是必須要受到百分之百的擔保 因此當股災到了某個階段 使得大部分的人認為 國家的威信不足以 就支撐它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它的 從前的社會危機 這是一九四九年之後 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遇到過 也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它不會讓它發聲 好 會不會 等一下我們可以好好談 不過我們先從台灣的經驗 現在大陸覺得可能正在復刻嗎 我們看到這個漫畫流傳 其實這個漫畫非常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非常細膩的描寫了 台灣從民國七十四年 一九八五年一直到一九九零年 所有的那個指數 然後為什麼漲 為什麼跌 它講得非常非常的細膩 講得比台灣的媒體還要好 我跟你講台灣媒體沒有人記得了 大概除了 除了鳳馨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我可以按摩一下這一段 好 我在一九九年 這邊我們就來看一下幾個 幾個重要的關鍵點 因為七十四年的時候 那時候才六百三十六點 然後七十五年才 才漲破了一千點 結果漲到了四千多點的時候 那時候官方喊話說 賭場 我還印象很深刻 七十六年 對 七十六年的時候 那時候調查局到證券公司去讚揚 就一路跌到兩千三百三十九點 對 那是腰斬吧 可是後來打壓不住了 繼續往上漲 到七十七年九月 我還記得九月二十四號 八千七百八十九點 然後郭婉榮宣布證券交易所的最開增 哇 那又是一路狂跌到四千八百七十三點 又是一個腰斬 可是最後呢 他還是沒有用 繼續的往上漲 漲到這個高點的時候 一萬兩千六百八十二點七十九年的二月 也是到目前為止台股的歷史高點 對 一二六八二 朱社長 我們在場應該只有你有經歷過 大陸人其實他有很多也是投資高手 他們非常了解 他現在在學的模式 絕對不是美國的模式 絕對是台灣的模式 可能各位現在 那你覺得 入股會是在台灣模式當中的哪一個階段 我隨便講 民國七十六年 我們從四六七二 跌下來跌到兩千三百多點 那一段 腰斬啊 是腰斬啊 塑膠股很多都跌到一半 我覺得他們有點像這一段 你說你覺得現在入股比較像這一段 也就是說 入股的後面還有我們很難預測 不可知 不知道漲到哪裡的空間 好 那慶瑞你的看法呢 我覺得可能從一些國際的 機構投資他們對市場看法做一些補充 我想其實有幾個東西 第一 一般來講大家會認為說 一個國家股市的市值 如果佔GDP的百分之百 算是股市市值跟GDP的這個 金額它的百分之百的話 差不多是合理的 就一比一 一比一 那如果超過一百二一百三以上的話 它會慢慢接近警戒區 一百五十以上 一百五十以上 因為股市的市值 比GDP是1.5倍的話 就把這個市場比較貴 那目前來看 我們必須說 以相對的值來看 大陸的股市目前 佔它的GDP差不多接近五十個百分之百 還算便宜 還不是算那麼多 但是大陸加香港 所以你們並不覺得 入股市泡沫啊 大陸加香港 相對來看的話 它這個比例就馬上就拉高 大概接近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九十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們不覺得說 第一 目前我們對中國股市看法是中立 但是我們會覺得 有幾個東西需要觀察 第一是說 我們必須承認是說 台灣的經濟體 跟大陸經濟體相比的話 是有點像一個Gamma Dian 跟711在比較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股市市值有多少 光從大陸本身 就六兆一千億美金 那如果今天我們 那美國市值現在多少 是二十四兆美金 那如果今天大陸股市 要不斷往上漲 意思就是說 很短如果說 要複製台灣的經驗 大陸股市市值會比美國還高 就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是不太合理 所以你們覺得不太可能 複製台股的經驗 因為其實它的規模 其實比台灣大太多了 所以其實以這個 由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如果說以M3 中國指數的 目前的12月的本益比來看 預估大概只有9跟10 所以很低 但是如果以上海的A股的話 其實就變得很高 就變得很貴 所以對我們來看 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投資人對待股市有興趣 你可能從H股上去找 會比較好一些些 在香港上市的 大陸的國有企業的股票 會比較穩定一些 這個是投資專家給大家的 良心的建議 不過剛剛欽瑞講的 就是說你覺得現在 並不算特別的 入股不算特別的貴 換句話說你也並不覺得 它是大泡沫 我覺得其實短線上之間 是內做一個適當的整理 我覺得是合理的 好 可是呢 因為入股如果崩盤的話 對全世界影響 是真的非常的大的 所以你看到 連美國財政部長 都必須要對入股表示意見 他說大陸股市跟經濟 應該區分來看 大陸市場還是相對獨立的 這講話 你知道政治人物講話 是非常的小心翼翼的 目前來看 並未波及到全球市場 不過我們這邊要請教邱一邱委員 你覺得入股如果崩盤的話 全世界會不會受影響 大陸的股市的結構 跟台灣不一樣 用台灣的思維 說要去搞大陸股市 那是必輸無疑 大陸的股市也不同於 所謂的像美國或歐洲的股市 因為它本身的市場機制不夠完整 也就是說在股市裡面 有太多太多消息面 在股市裡面 這幾年也培養出來 很多股市的高手 這些高手裡面 嚴格來說 他就等於在股市裡的草家 再加上大陸股市裡面的 散戶的結構太高 所以就產生台灣過去所談的 叫做高揚理論 這些所謂的草手 引導的一些內幕消息 來刺激這些所謂的散戶 跟著它追高殺低 然後在中間 擷取大量的投資利得 不過我必須要講 大陸基本上 你在從創業股跟中小股 創業版跟中小版的股票裡面 確確實實有些價值 在市場裡面被高估了 對啊 但是它的籃籌股 它的部分的題材股 它並沒有被高估啊 所以這次護盤的時候 為什麼進去買的兩桶油 兩桶油就是中石油跟中海油 跟它的銀行股 為什麼會產生具體的效果 就是因為它本身的本益比 它並沒有 股價並沒有被高估嘛 所以它產生的護盤效果就大嘛 好 不過呢 護盤為什麼這麼急喔 因為呢 其實我們看到說 當你漲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你修正是需要時間的 可是你看到大陸呢 其實大概從六月底的時候 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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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舊式的這種金牌令啊 通通都下下來了 剛剛唐翔榮提了一個 重要的重點 它究竟舊的是股票市場 還是洗禮體制 馬上回來 我個人對大陸的觀察 比較簡單 上半年是經濟 下半年是政治 那這個規律其實 這麼多年來沒有什麼改變 對 尤其當它現在成為一個 強權國家之後 這規律更明顯 那對大陸這個市場來講 固然股市是自由 相對自由它慢慢在開放 不過政治仍然是被高度關注的 所以你看它跌了幾天之後 許多的政治留言就開始出來了 出來之後人心惶惶 你政府部門非有反應不可 那大概就有很多的揣測 就現在七月初 你可以看接下來就發生什麼事 那除了七七才剛開始 這七月底 大家先看北戴河會議 北戴河會議是中共的高層的 年度的最高的會議 那十三五計畫大概就會出來 它一定會有一波的炒作 所以你說它在政治大戲之前 一定要先把金融穩定下來 不只穩定而且你可以想見 如果說股市像是過去那兩三個月 或者過去那半年這樣子漲法 到今年它真正的政治大戲會的九月份 九月三號今年是抗戰勝利的七十多年 你告訴我九月三號它的政治大戲之前 它要讓入股維持在什麼樣的狀況 這是他們專家的事 我只知道說如果像這樣漲下去的話 九月份我都不知道會發生怎麼樣的事 那九月份因為它是 它是今年它的政治大戲的高峰期 九月有好幾件大事 它除了要廣邀天下英雄 可能除了日本的安倍不會來之外 其他的各國元首大概都會到大閱兵 你想如果它在那邊大閱兵 然後外頭股股市在崩跌 大概是它受不了 所以它既不能讓它太高 也不能夠讓它崩盤 這就是它政治大戲之前的金融操作 接下來習定行就要到聯合國大會了 聯合國大會的同時 他要跟歐巴馬談今年最重要的 就是兩個強權國家之間的 最高層級的會議 再來才是十月份它的國慶日 好 所以我們看到六月的高點 其實它之所以會崩跌 其實也是大陸出手 就是融資做了很多很多的限制之後 它才一路崩跌下來 可是現在也是十二道金牌在救股市 你看到昨天崩跌了之後 國務院立刻召集的是 證監會 國資委 人民銀行 保監會 財政部 中金所 中央會 這有點像是我們的四大基金的味道在 那要這個一下子又是什麼 要加強那個購買力度 然後像二十一家券商提供 兩千六百億人民幣的信用額度 等等等等的一連串的措施 今天更可能每一個省市都要 當天中午之前匯報 你當地的國有企業到底買了多少股票 好 這邊我請教一下邱委員 其實你一開始就提到說 他們禮拜六的時候就已經開會 就是 其實你會發現到 從六月十五號開始下跌之後 他們的十二道金牌是一次比一次來的嚴峻 而且動作都很大 六月二十八號人民銀行 降存款準備率降兩碼 然後降息一碼 七個月來第四度降息 而且是同時降準跟降息 七月三號幾道金牌 七月四號幾道金牌 七月五號幾道金牌 七月六號幾道金牌 七月八號更是幾道金牌 這一連串就是整個的黑色七月 就是告訴你說我十二道金牌不准跌 因為否則後面的政治大戲是很麻煩的 因為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那經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 所以你要安定股市 那安定股市什麼意思呢 就股市不能夠漲得太快 如果漲得太快的話 你可能變成泡沫 也可能使整個大陸裡面 所有的小小鮮肉都跑去玩股票了 連書都沒有心情去念了 這像我們英國76年的時候 大家都在玩股票 社會不一定嘛 但是也不能崩到大家哀鴻遍野 所以當大陸的股市在往上升的時候 為什麼大陸的中央 寄出了很多的政策 他希望把那個牛市搞成慢牛 什麼叫慢牛呢 他希望你慢慢的漲 他希望趨勢往上 但是慢慢的漲 可是問題是在打成慢牛的過程裡面 讓很多的空方歹倒了機會嘛 趁機做空嘛 所以就造成了本要打成慢牛 結果反而造成股市崩盤 好 那現在大陸又採取了十二道金牌 又準備來救市 而且這現在到了昨天 人民銀行還帶頭出來 要創造力多要來救市 而且大股東現在基本上不能賣股票了 他祭出了很多叫做行政干預的手法 那這個股市基本上我認為說 他不會再回到過去的那一個 所謂的五千多拉 飆漲 的飆漲的情況 但是基本上他應該會脫離現在的一個 三千多的一個 一個哀鴻遍野的狀態 也就是說他大概回到一個正常的水準 否則他往後的陸續的 很簡單嘛 他才講到的 你往後 這個歐巴馬跟習近平要在美國白宮要見面 而且這個是習近平上任以後第一次 以國賓的身份到白宮去訪問 當然很重要啊 所以大陸如果股災的話 習近平連訪問美國都會出狀況 而且習近平現在反貪腐的結果 其實有很多人倒台了以後 心裡也不服啊 而習近平支撐他現在整個政權穩定性呢 就是因為經濟的狀況還不錯 而且各國對大陸的投資反應的反應 基本是正面的 所以他的政權才穩固嘛 那你今天如果股市出了問題 經濟的櫥窗出了問題 波及到經濟的成長率 尤其引發失業的問題出現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他的政敵 尤其被他反貪腐打下去的政敵 會不會伺機而動呢 他當然會考慮到這些政治變得衝擊嘛 好不過呢 陸股的走勢 剛剛提到說人為色彩非常的濃 所以你就會發現外資的預測 其實是真的很不同調 瑞銀的預測呢 是不必擔心會有系統性的風險 那當然有些數字佐證 我們細節就不去談了 野生政見是認為全球都會有閃崩 他不是認為只有入股喔 是全球都會有散崩喔 蘇格蘭環家銀行說 市場恐慌可能會蔓延到其他亞洲國家 然後呢摩根資產管理是說 會使得全球股市震盪加劇 花旗銀行他不去預測股市 他乾脆告訴你說原物料會持續大跌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一波的入股 其實是全世界都在看 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呢 昨天洪秀柱他自己承認 他曾經得過癌症 他後來呢在跟記者閒聊的時候呢 其實他的幕僚 他的這個助理還有他自己呢 談了一些他過去生病的經驗 你其實從他生病處理的態度 你會發現 他的人格特質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馬上回來 昨天洪秀柱雖然上午開了記者會 對 可是下午看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談了一些他的生病經驗 以及他如何處理自己生病的態度 我才發現其實真正的洪秀柱我不認識 好當然那裡面其實表現出他的獨立對不對 不過呢我們等一下呢也會就真的大揭露 最早要爆料洪秀柱病情的人 有些人說那是朱立倫的幕僚 有人說是王金平的親王派立委 我們告訴你都不是 我們會跟你揭露到底是哪些人 不過我們先來看網路上面呢 究竟是如何的討論洪秀柱的病情 來 婉君弟弟 洪秀柱被爆出了曾經有離癌的病史 消息一出洪秀柱自己來出面 跟大家公開說明 在網路上的確也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討論則數800多則 那麼網路討論什麼呢 有33%的網友覺得 這是在打出悲情牌了 好 當然也有人說 支持鄉體洪秀柱的勇氣 好 但是呢也有人覺得 這內情不單純耶 可能是自己人放話 是國民黨在內鬥 還有人說洪秀柱是預留退場機制 不過洪秀柱自己也說了 學總統他是打死不退的 我們就要在現場 好 其實你看到他 昨天下午的時候 他跟記者閒聊的時候 有人問他 你以前生病是如何處理的 他就提了幾個例子 譬如說他曾經得過子宮肌瘤 好 這個跟癌症無關 那子宮肌瘤要開刀在圖 會很痛喔 子宮肌瘤會很痛 會 會 會 開刀不痛啊 過程是痛的 可是他去開刀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跟他父母講 他父母那時候都健在 他騙父母說要去南部出差不回家 開完刀第二天晚上才打電話 讓父母親知道 第三天自己就捧著肚子回家了 然後他有一次在駐獎的時候 刺穿了韌帶 手痛到剛好只能夠舉到胸口 所以他那個時候 繼續拿著麥克風講 他剛好可以舉到胸口 然後自己上醫院 自己牽氣結束 下了手術台 還自己委託隔壁床的看護 一起照顧他 即使如此 他也從來沒有掉過一滴眼淚 那麼這一次的黎癌 漸漸發生 發現了之後 他在4月6號生日的前一天動手術 生日當天重生 治療癌症半年多期間 唯一一次被看到虛弱模樣 是有一次助理們陪他 在醫院等電梯的時候 剛做完化療的他 在電梯前蹲下身來 這是所有人看到他 最脆弱的一次 志賢 其實這裡面 我覺得反映出來的是一個人的性格 這樣子 我必須承認我這一點我非常佩服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到目前為止 我都還不能夠一個人上醫院 對不起 這是我個人 好對不起志賢 他如果不自己一個人上醫院 誰陪他上醫院 昨天那個記者會我覺得 呈現了大家最喜歡 洪秀柱的那個完整的 就是原汁原味的洪秀柱 怎麼樣呢 他說他看透生死 然後看破名利 那是真的 你看他很誠實 這個事情他就這樣 很誠實 很有氣魄 然後他私底下 你剛剛講的那段話 是他後來跟記者在閒聊 不是在記者會上講的 那記者會上他就呈現他自己 百分之百的 然後他說我吃吃飯你等 那句話是比較強烈的 可是那個為什麼有這麼強烈的一句話 是因為其實六月六日的時候 吳玉仁就打電話跟他講說 有人在講這個事情 而且應該就是周遇寇 為什麼我們說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確定一下 所以六月六號 其實友台的政論節目 在錄影的時候 就已經都講了 那天洪秀柱在金門 對 然後吳玉仁在同台 聽到了以後非常震驚的 不但是那個爆料的內容是說 說他離哀 而且是那個講的語氣 就同樣一件事 你用什麼樣的表情 你用什麼樣的言語 是去講 那個整個的狀況 應該是讓他很震驚的 所以那個爆料的人是 打電話給 爆料的人是周遇寇 那我講我自己 因為我 當天後來 後來當那個節目是把它剪掉 剪掉 因為就這樣講 覺得太low了 那洪秀樹是當天 接到吳玉仁的電話以後 他知道說這個事情 人家是這樣講 所以你看到後來 六月 十日的時候 去拿到一個醫療證 整段證明 從這個動作 你就知道說 他是有行動力的 他沒有要掩飾 然後他很誠實地面對 那我講我看到的 我自己看到政論節目的是 周小姐在別的台 也是在六月的時候 他也用類似的狀況 已經講了 但是沒有講到乳癌 沒有講到什麼 只是說他的健康狀況 你不要等到人家爆料 類似這種話 那我也講過說 在前天晚上 周宇寇在政論節目的時候 直接聊到講說 明天的一週刊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讓你一槍斃命的東西 因為他應該是知道 一週刊要寫這個東西了 今天陰謀論滿天飛 有人說是誰爆料的 親王派立委 有人說是王金平身邊的人爆料的 甚至於今天 還有一個國民黨的部分區立委 乾脆說是朱立倫的幕僚做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還原 六月六號誰在電視上 其實後來是因為製作單位 他們把它剪掉了 沒有播出來 在誰在電視上第一個爆料 我打岔一下 因為今天你發現 一些綠營的立委們 今天都送暖 都挺洪秀柱 對 但是他挺洪秀柱的邏輯是說 你們國民黨這樣做 是 太低級了 太low了 太下流了 他這樣聽起來 這個調子是對的 如果 但是他是在害打民黨 所以那最早爆料的人 就是民進黨覺得 他們覺得很low的人 但是我忍不住又講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 就是說不應該拿人家的身體的狀況 來炒作 請問當初林家龍 在炒作胡志強的時候 你們這些人在哪裡 是 哪一個不是幸災樂禍的 到去年選市長 還在拿這個議題說 胡志強讓他休息吧 所以才還原真相 六月六號那一天 吳玉仁在場 周玉寇談的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被電視台的製作單位 覺得太low 因為他除了講 除了講洪秀柱的健康狀態 有癌症的問題之外 他還講說他戴的是假髮 所以節目製作單位覺得 這是他太低級了嘛 節目製作單位是比較偏綠的喔 他仍然覺得很低級把它剪掉了 他覺得沒有證據 吳玉仁才把這一段 趕快告訴洪秀柱 洪秀柱才會在醫院裡面 得到那個診斷證明 說經過治療 健康良好 可以生了一切的事情 這個時間是6月10號 對不對 好 除了周玉寇以外 我必須要說 還有一個民進黨立委啊 叫蔡黃郎啊 他在節目裡也講過啊 說洪秀柱的健康有問題啊 可能會被爆料啊 趕快自己退啊 那我請問你 這個民進黨現在還假裝好心出來 然後說是國民黨放的 現在我舉了兩個人 一個周玉寇跟蔡黃郎 周玉寇算不算民進黨外圍 當著民進黨在敲鑼打鼓的 外圍的所謂的民嘴 當然是吧 從台北市黨選舉 九回一選戰 一路下來就是如此啊 好 那周玉寇現在還更不要臉的說什麼 還更不要臉的 在昨天還說 哎呀這是洪秀柱正營自己放的 那我請問你 你明明是你自己講的 只是電視台剪掉沒有播而已 你今天還在說 是洪秀柱正營自己放的 好 六月六號現場入營很多人啊 是 好 那現場裡面 也有你講的那位不分區立委 國民黨的 他也知道啊 是啊 那他跑出來講說 是朱立倫的幕僚放的 他明明知道那一天 周玉寇講了這樣的話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不知道羞恥為何物 你知道嗎 我補充一句話 這我就像說 我一槍要打死你 槍從我 子彈從我槍裡面打到 也打到你 你受傷流血了 我看你沒死耶 然後背起來 然後轉一個圈 還可以搏鬥 我就說你自倒自演 這一槍明明就是他們打的 而且民進黨還站在旁邊 從蔡英文開始表演說 下令全黨都不可以去 以健康為題來攻擊 多麼可恥 他叫外圍團體攻擊 不是嗎 那不是 可是蔡煌籃不算外圍團體啦 如果蔡煌籃都提過的話 那蔡煌籃就不算啊 對 這個是這樣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個是後面 過去其實發生過好幾波 拿別人的身體病例炒作 意圖在一個重大事件當中 重創對手 不管是在紅山軍壽的施明德 或者是胡志強在選市長的時候 誰不斷 甚至找來一大堆醫界的站出來說 看了那個病例之後 共同發表評論 這麼低級的事情都做過 但是今天又要暗打國民黨一槍 然後還要裝高級說 大家都不要評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不會太低級一點嗎 沈老大 其實政治人物啊 不管是藍不管是綠兒 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為觸發別 因為昨天民進黨這邊 其實是心裡有數 所以有準備 所以大家就集體裝得很優雅很高尚 這個也是要得分的 我跟你講政客的出手 就是為了